高雄桃園山區的明霸克路橋變道 搶修起見因為玉碎溪不時發生土石流 嚴重影響了搶修進度 直到八月底才搶通 開始規劃後續的橋面重建 但由於明霸克路橋不但重建難度高 施工過程也有風險 總統蔡英文今天中午南下到廠視察 聽取了重建計畫時 也指示公路總局審慎評估 沿你更周全穩固的方案 確保施工人員以及居民的安全 總統蔡英文一臉凌重的盯著簡報畫面 高雄明霸克路橋變道搶修期間 因為玉碎溪不時衝下土石流 影響進度 直到八月二十五號才搶通 總統蔡英文四號中午在市長 陳其邁陪同下 到斷橋處 聽取公路總局匯報重建計畫 民霸克路橋八月七號被豪大雨引發的土石流 沖毀 讓山區民眾受困近三個禮拜 但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一次比一次嚴重 也讓後續橋面重建難度增高 施工風險變大 對此蔡英文指示公路總局 延領更周全穩固的方案 八月初山區大雨沈災 加上桃園區代表謝宜貞落水失蹤 讓當地景消為撤離民眾及搜救 比喻奔命 蔡英文下午也前往慰問謝宜貞 家屬跟警消人員 並表示針對原民地區的需求 會請原民會投入了解 提供協助 記者 陳煥宇 陳賢坤高雄報導